提到了抗议苗栗大谱拆迁案 先前因为参与了抗议活动 政大教授徐世荣遭到警方移送 引发了愚人华栏 但是警大教授叶玉兰 他在脸书上投爆料 是徐世荣自己要求被移送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叶玉兰澄清他留言的用意 是希望大家多体谅警察的辛苦 而徐世荣则是极力否认自愿移送的说法 强调他自己只是平民 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可以要求警察 抗议政府强拆大谱 遭警方逮捕还受伤的政大教授徐世荣 与学者齐聚 从根本探讨土地征收制度 但却被报移送地检署是自己要求 我想我的权利没那么大吧 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到警察局里面 就可以要求说你把我移送到地检署吗 徐老师如果你承认说 你是主动来道案配合说明 那我们就不把你移送地检署 拒绝所以他说那你就把我移送吧 我们拒绝这样的条件交换 徐世荣和律师极力否认自导自演 会有此一说来自警大教授 叶玉兰的脸书 他描述听完大同分局开会内容后了解 徐世荣进行社会运动 需要表述的机会 所以请警察把他移送 最后却被说成是警察滥权 实在很冤 此话一出被网友痛批为警方护短 叶玉兰也喊冤认为被过度解读 断掌取义 大浦事件延烧成 教授互呛 警察权言论自由的平衡点 也成了大浦的案外争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